小夜不消,大夜受暴,上 肠胃已经不好了,还说蛮好蛮好 然后吃辣的,吃冷的,把肠胃越吃越坏 就像有人说自己有毛病 每次都说蛮好蛮好,我没有毛病 然后毛病越积越多 最后改都改不了 业障加重,伤害自己和别人 变成一个大业障 人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彻底放下自己 要无我 如果连自己都没有了,哪来的面子? 面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要它干嘛? 面子就像灵性一样,整天盯着你 在人家面前要面子,不肯改变自己 时间长了,面子会形成一个不肯改毛病的和功高我慢的大黑点 人的劣根性是有毒素的 它会传染给别人 并且会在自己的思维中长大 执着的人会不断地散发出劣根性 传染给别人 让自己的思维出偏差 伤害自己正能量的思维 慢慢脑子里都是负能量 就会不肯改变自己一点一滴的负能量和思维毛病 死报缺点不肯放 心理垃圾沉夜障 邪思邪念会传染 无我放下烦恼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